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颗直径在140米左右的小行星 有可能将在2040年与地球相撞 本月初在维也纳如何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这颗小行星撞上地球 成为了科学家们热议的话题 这颗近地小行星是去年1月 由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观测者发现的 它和地球相撞的几率大约是625分之一 时间是2040年的2月5号